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资讯科技概论这门课程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单元03档案管理 File Management 我是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杨荣文老师 第三个单元档案管理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管理我们电脑里面的档案 这是许多人开始接触Windows作业系统后 所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在他的桌面 存放了非常非常多的档案 没有经过管理 因此每次要找寻档案都要花很多的气力 甚至于找不到想要的档案 因为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 总有数不清的文件档案需要处理 透过档案总管 可以将所有档案整理的井然有序 我想档案管理对于知识管理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同学们不可以忽略了这一项 千万不可以把所有的档案就是只有存到桌面 这样是不科学 而且将来你要使用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 那这个单元的内容大纲有五项 包含 三之一 档案总管 三之二 档案压缩与解压缩 三之三 搜寻档案或资料夹 三之四 资源回收桶 三之五 档案共享 那我想在档案总管里面 我们可以新增 删除 更改姓名 重新排列 或者是说不同的检视方式 这些都有必要去学习 而在Windows 7.0之后 它已经支援了档案的压缩 与解压缩 当然各位可能也熟悉以前使用的软体 比如说Win RAR Win Zip 或者是7zip 等这些压缩软体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会使用搜寻的功能 来搜寻我们电脑里面的档案 或者资料夹 另外 我们要了解 如何的使用资源回收桶 当我们档案 不小心删除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资源回收桶 将它取回呢 或者是 我们将档案删除之后 如何清空我们资源回收桶 而达到永久删除档案的目的 另外 Windows里面 因为支援网路上的方令 所以我们的档案 如何透过共享的方式 让同一个区域网路的使用者 能够达到档案的共享 三之一 档案总管 总管 就好像是一个电脑里面 同管的一个大城 所以Windows档案总管 是档案管理的中心 所有安装的程式 系统 自动产生的档案 或者由使用者建立的档案 都可以透过它来检视 甚至于编辑 要编辑的时候 通常我们可以打开档案总管 然后点选那个档案 用滑鼠左键连按两下 通常就可以开启适当的应用程式 来编辑 这一个档案 那我们有六个部分 跟大家做介绍 分别是 三之一之一 正式档案总管 三之一之二 新增 我的最爱 资料夹连结 三之一之三 传统的档案 检视方式 三之一之四 档案筛选与排序 三之一之五 新增资料夹 三之一之六 复制 搬移 与 删除 档案 我想 这边介绍的功能 虽然都很基本 但是 却是相当的重要 同学们 每一项功能 都必须熟练的来使用 首先 介绍三之一之一 认识档案总管 除了点选 开始 所有程式 附属应用程式 Windows档案总管指令外 可以开启档案总管 在Windows7的开始功能表中 执行电脑 文件 图片 音乐 音乐 等资料夹指令 也可以开启档案总管 下面就是一个 档案总管 简单的一个 视窗的图形 同学们 是否很熟悉呢 当然 从桌面上的 我的电脑开启 也可以打开 档案总管 只要把 资料夹的 视窗的按钮 点选之后 事实上 我的电脑 就等于了 档案总管 三之一 档案总管 三之一之二 新增 我的最爱 资料夹连结 我想 使用 档案总管 很多同学都会使用 但是 如果你能够新增 我的最爱的资料夹连结 将你常用的资料夹 放到 我的最爱 那么 你在处理工作的时候 当可以达到 试半 功倍的效果 因此 根据 检视 或操作上的需求 可以将 档案总管的 视窗 分隔成 不同窗格的 版面配置 再透过 组合管理 版面配置中的 指令 显示 或隐藏 那下面这个图 我们从 组合管理 选择 版面配置 这边 就可以 选择我们 所要想用 使用的 功能 接着介绍 三之一之三 传统的 档案 检视方式 透过 检视功能表 可以将 视窗中的 档案 或资料夹 以图示 或详细资料 等方式 来检视 那以下这个图 代表的是说 档案的 详细资料 对于每一个 资料夹内的项目 选取您想要 显示的 详细资料 这些详细资料 最常见的是 包含 档案的名称 建立的日期 档案的类型 它的大小 尺寸 以及标记 那这边是通常会显示的 如果你还要再要求其他的显示 可以在这边再进行勾选的动作 三之一之四 档案筛选 与排序 针对 所显示的档案 或资料夹 栏位属性 我们可以 变更 资料夹内 档案的排列方式 比如说 以下图为例 在名称的右方 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我们点选这个箭头之后 会出现几个筛选的选项 我们可以勾选 我们想要筛选的内容 来进行显示 以这个例子而言 如果我们勾选 档案的 档名大小 是在一到八的笔画 那么 档案的名称 就会筛选成这样子 另外 如果要做排序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选 这个名称列上面的 这个小箭头 当这个小箭头 是向上 三角形是向上的时候 代表它的排序 是依照笔画 由小到大 那点完之后呢 它箭头就会开始 就会转成是 由大到小 那不论是日期栏位 类型 大小 或者标记栏位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调整它们的排序 新增 资料夹 如果要在电脑中 新增 搬移 删除资料夹 和档案 或是将其重新命名 都可以透过 档案总管里面的 组合管理 选单指令来执行 组合管理的 指令选单 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 从这边有一个 新增 资料夹 或者是删除 或者是重新命名 都可以 那我想 这个功能 应该大部分的同学 都会使用 如果你不是利用 组合管理 这一个 功能按钮的话 你也可以在 相对应的资料夹 按右键 那么 它也会出现 同样的这一个 快选功能表 你也可以选择 新增资料夹 那么 这时候 所新增的资料夹 就会在你当初 所选择资料夹的下方 成立一个新的 子资料夹 3-1-6 复制 搬移 与删除档案 往往 我们有一些 在某个资料夹的档案 我们可能希望它 复制到 其他的资料夹 那 做法是 先选取 该资料夹 然后呢 选取资料夹里面 所要复制的档案 如果档案是一个 连续的区块 可以按完第一个之后 在最后一个 按Shift 可以选择 这一个区块的档案 如果是跳着选的时候 就加按Ctrl键 如果想要全选这个资料夹的所有档案 那么可以点选某一个档案之后 加按Ctrl-A 这样的快速键 那当我们选取了我们想要复制的档案或资料夹之后 直接可以按右键 同样会显示一个快显功能表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按上复制的按钮 就可以 然后呢 再将滑鼠移到我们想要移动的资料夹 点选该资料夹之后 在资料夹下方 也就是右边的视窗 按右键 选取贴上 那么刚才的档案 就会复制到这个资料夹 如果是要做搬移 那么刚才的第一个动作就不是选复制 而是选减下 那同样的到新资料夹的时候 再按右键选贴上即可 那么他就会做搬移的动作 如果是要删除档案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快显功能表上面 按删除 那么这些被删除的档案 就会被送到资源回收桶 当有一天你觉得这些档案 你还想救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来得及 从资源回收桶里面把它救回来 不过前提是在你还没有清空 那个资源回收桶 接下来介绍三之二 档案压缩与解压缩 从Windows 7以后 它就内建了压缩程式 以往在Windows XP以前的版本 我们都必须另外安装相关的压缩 或解压缩程式 比如说WinRAR Winzip或者7zip等等 那可是Windows 7已经有内建压缩程式 可以让我们轻松完成资料夹或档案的压缩与解压缩 那这边我们介绍两个作业 一个是三之二之一压缩档案 那压缩完之后 重要的就是三之二之二 如何解压缩档案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三之二之一压缩档案作业 要在Windows 7进行压缩档案 很简单 只要同学开启Windows 7的档案总管 在左边的资料夹 选取你想要压缩的资料夹 它右边的视窗呈现的档案 在选取你想要压缩的档案之后 在选取的档案上 按右键 出现快选功能表之后 按传送到 然后选择压缩的括号ZIP的资料夹 它就会将你所选取的档案 压缩成某一个ZIP的资料夹 方法相当简单 接着三之二之二 要告诉同学如何解压缩档案呢 刚才我们所压缩的档案的ZIP档 它会出现在原来的资料夹内 与这些档案共存 这时候你想要解压缩的时候 只需要在这个ZIP档上面 按右键 出现了快选功能表之后 选取解压缩全部 它就会讲刚才您所压缩的档案 全部解压缩在这个资料夹 因此如果您想解压缩到其他的资料夹 您可以先把这个ZIP档先把它移动到你想要 解压缩的资料夹 然后呢在那个资料夹下面按解压缩全部 就可以达成目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三之三搜寻档案或资料夹 Windows 7 中新增 至二的搜寻筛签搜寻档案 首先我们先介绍三之三之一 立即搜寻 立即搜寻很简单 它不用开启我们的档案总管 只需按透过开始功能表 那当我们按开始功能表的时候 这边就有一个搜寻的视窗 我们只要打上我们想要搜寻的关键字 比如说图片 然后按搜寻的话 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资料夹 或者是档案 第二个方式可以利用搜寻方块来进行处理 三之三之二 搜寻筛选器 当我们想要做搜寻的时候 如果不希望搜寻的时间过久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设定 也就是给它一些筛选条件 这样可以加速我们筛选的时间 因此我们除了以档案的内容来做搜寻之外 刚才上一张投影片 我们就是以档案内容来搜寻 也可以将档案的修改日期 或者大小来作为搜寻筛选的条件 那下面这个图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不同的筛选条件的选择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的档案 或者资料夹 接着为各位介绍三之四 资源回收筒 我想资源回收筒 它就一直放在我们电脑的桌面上 通常在删除档案时 习惯上会先选取档案或资料夹 接着按Delete键 这时候Windows就会把这些选取的档案 丢到资源回收筒 暂时存放 好让使用者做进一步处理 看是要清理还是要还原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垃圾桶一样 通常家里的垃圾 或者是回收的垃圾 我们都会先丢到垃圾桶 或者资源回收桶 如果确定要清理 等垃圾车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它清理掉 不过这时候就不回来了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丢到的垃圾 到垃圾桶或资源回收桶 只要还没有做清理 我们都还可以来得及做还原 因此下面还要分两个作业 来跟同学介绍 第一个是三支四支一 还原档案 第二个是三支四支二 清理资源回收桶 三支四支一 还原档案 资源回收桶 可以说是垃圾档案的暂时收容所 在电脑中删除资料夹时 会先将这些资料 从原来的位置 移到资源回收桶暂存 直到你清理它们时才会永久的从硬碟中删除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示 它是一个资源回收桶 在还没有有任何删除档案丢进来的时候 这一个杯子这个桶子是空的 可是如果你有删除了某些档案的时候 这个桶子就会好像是装满了很多的垃圾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示来判断 目前资源回收桶里面有没有删除的档案 需不需要做清空等等 三支四支二 清理资源回收桶 当我们发现回收桶里面已经有删除的档案时 我们只需要在回收桶的图示上按右键 就会出现一个快显功能表 这时我们选清理资源回收桶 它会再出现一个对话视窗 请你做确认 这个对话视窗就是指的是 您确定要永久删除这个档案吗 让你还有一次做决定的时候 如果你确定要删除就按是 如果是物删的档案 当然就按否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物删的档案 在按右键上面把它选择还原 那还原后的档案 就会回到它原来的资料夹 做法相当简单 最后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三之五档案共享 我想档案如果可以共享 透过区域网络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使用很多的随身碟 那效率就会快得很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将档案 资料夹甚至于连线的印表机设为共用 这个也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SOHO组里面他们常使用的方式 那么只要是在同一个区域网络 他就可以进行存取 前提是所有共用或存取共用资源的电脑必须都是同一个工作群组的成员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电脑的内容里面看到的工作群组 大家都必须是一样 这样子的话 他才能够成为网路上的方林 进行档案 资料夹或连线的印表机的共用 这样一来 当你开启网路视窗时 就可以看见整个工作群组 如此可以简化存取共用资源的过程 以下我们分成三个方式 三点来跟各位做介绍 第一个三之五之一 认识资料夹的种类 三之五之二 将资料夹设定为共用 三之五之三 变更或取消共用的资料夹 以下一一的为同学做说明 三之五之一 认识资料夹的种类 当一部电脑有多人共用时 该电脑的系统管理者 会先建立不同的使用者账户 当这些使用者 登入电脑后 Windows 7 会自动在桌面 建立一个使用者 专属的系统资料夹 并且有预设的权限设计 并且有预设的权限设定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三之五 档案共享 三之五之二 将资料夹设定为共用 如果我们想让某些特定的使用者 经由网络 当然是区域网络 来存取共用的资料夹或档案 我们可以将该资料夹设定为共用 作业的方式 是选取该资料夹之后 按右键 选共用与分享 接下来出现的视窗里面 它进行档案分享的权限设定 我们可以选择想要共用的人员 输入名称以后 按新增 然后再按共用 即可 接着为各位介绍 三之五之三 变更或取消共用的资料夹 有时候我们共享档案的时候 可能只是某一段时间 之后我们想要做共用的取消 就必须来进行这个作业 或者是某些共用资料夹 我们想变更使用者的权限 因为有些权限 它可以编辑 有些权限可能只能观看 不能下载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格的去控制 哪些使用者来使用 或者是每一个使用者 它可以进行哪些权限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共用资料夹里面的权限 来做设订 因此 若要变更 共用资料夹的权限 可于共用对象功能表清单中 选择特定人员 开启档案分享权限设定的对话方块 进行变更 下面就是那个对话方块的画面 这个方块主要的功能是进行档案分享的权限设定 在目前各自的保护方面 已经非常的强 因此 如果要进行档案的分享 一定要特别留意权限的设定 以免将不需要共享的资料夹 或者是不允许对方做更改的档案 做了错误的共享 但是要进行这一个分享权限设定 您必须具有执行此动作的权限 包含要停止共用 选取这个项目 可以将您之前共用的所有人员 移除它的权限 如果选择变更共用权限 选取这个项目 以新增人员 移除人员 或变更权限 因此 在变更共用权限这边 您可以做的事情相当的比较多 包含可以新增 包含可以移除 或变更它的权限 因此 如果要取消共用 我们就选取 该共用的资料夹之后 在执行工具列上的共用对象 这时候 我们选取停止共用这个指令 就可以取消资料夹的共用 我想 档案的共享 在档案总管里面 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它利用相同群组间的电脑 或使用者 可以进行档案 或资料夹的共享 不过 它利用的网络的方林 通常只能允许 同时只有十个人可以上线使用 因此 如果我们在课堂上 想要将某些资料 分享给同学们做练习时 同学们可能要分批的 来取用这些共享的资料夹 以免某些同学无法同时进行去取用 但是当我们在设定档案共享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 共用资料夹的权限 到底我们要开放到什么程度 以免开放了以后 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或者是伤害 特别是某些资料夹 如果有一些不应该公开的档案 那就更要留意了 因此我建议大家 当你要进行共用资料夹的权限开放时 应该先检视 该资料夹里面 是否有不应该开启的权限的档案 如果有的话 建议先移除 或者移到某些资料夹 接着再来最后用共用的资料夹 另外 每一个使用者 我也建议 可以给不同的权限 以便于你做控管 以上的说明 谢谢